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我是Susan 曾因基因編輯嬰兒引爆全球輿論的中國科學家 何建輝 近日又提出了一項對人類胚胎進行基因編輯的新提案 新研究指在解決 阿爾茨海蜜症 即老人痴癌症的問題 有專家批評 整件事件太瘋狂了 另有專家質疑 何建輝 是否從上一次基因編輯風波中吸取了教訓 何建輝在2018年底 因基因編輯嬰兒事件遭到全球譴責 他因此在2019年 在中國被判處三年徒刑 他在2022年重新出現在公眾視線中 並在社交媒體上宣布 將在北京開設一個研究實驗室 這個宣布令全球科學家震驚 CNN說 從趕時起 何建輝的推特帳戶上發布的研究信息 主要集中在開發針對 罕見疾病基因療法的疑定計劃上 6月29日 他在推特上發布了一項 有關人類胚胎基因編輯的新提案 並宣稱這個研究 是為了應對老人痴癌症 這個提案再次引發爭議 專家說 這個提案令人想起 他先前的基因編輯工作 何建輝還在推文中附上了一頁文件 文件說 這項研究會先對小鼠的胚胎進行基因編輯 然後對人類受精卵細胞及受精卵進行基因編輯 以測試特別是否能預防老人痴癌症 CNN說 和幾年前的研究不同的是 這項潛在的實驗適合一種通常被認為 不適合植入女性體內的異常受精卵細胞 何建輝說 這次實驗不會為了懷孕而植入人類胚胎 而且實驗開始前將取得政府許可和倫理審批 目前還未清楚何建輝這個研究 是否會在中國獲得批准 外部專家表示目前的提議從科學角度來看並不合理 這項提案再次引起了科學家和醫學倫理專家的擔憂和困惑 據CNN報導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研究分子和生化遺傳學的副教授Peter Drouge說 這整件事太瘋狂了 他說 除了倫理考慮之外 對胚胎進行基因編輯來解決一種影響老年人 而且沒有明確成因的複雜疾病是非常值得懷疑的 他基本上是想對人類進行基因改造 令他們就不會幻想老人癡癌症 我真的很驚訝他再次要做這類實驗 英國肯特大學全球科學與認知正義中心主任 張悅悅說這個提案似乎更似是一種宣傳桌頭 而不是一個經過證實的研究議程 他說 我們確實需要對這些公開的講法保持警惕 因為他可能會誤導患者和他們的家人 不僅損害中國科學的聲譽 而且損害全球在這一領域研究工作的聲譽 在回答CNN的問題時 賀健恢表示 他現在正在收集科學家和生物倫理學家的反饋 但沒有研究的時間表 他還說 會在這個提案進行修改 在獲得中共政府許可 以及由美國和歐洲生物倫理學家組成的 國際倫理委員會批准之前 不會進行任何實驗 專家表示 對人類胚胎無論是可以存活還是不存活的胚胎 進行基因操作 通常在全球範圍內受到嚴格控制 一些國家禁止所有這類研究 至於何建恢研究的未來 加拿大達爾豪斯大學的生物倫理學家 François Bayless說 應該考慮許可問題 包括何建恢 是否具備必要的科學專業知識來測試假設 以及他是否會遵守涉及人類的研究規則 大家有可能從他們的錯誤中學習並改變他們的行為 但是 很多人擔心何建恢 可能沒有從他過去的錯誤中吸取教訓 何建恢曾在2018年11月宣布全球首例基因編輯嬰兒 露露和娜娜出生 何建恢當時介紹 他們採用了CRISPR技術來編輯杯胎內的CCR5基因 令嬰兒將來可能具有天然抵抗愛滋病的能力 中共喉舌對這項研究第一時間加以盛讚 《人民日報》追捧這是基因編輯領域的歷史性突破 而何建恢本人早已是中共中央電視台的明星 2017年9月23日CCTV為輕盈中共十九大製作了一個特別節目中 將何建恢稱為世界基因界的新牛人 但是令中共和何建恢感到意外的是 當紀人騙輯應儀試驗對外公佈後 仍然的不是讚美支持 而是來自全球的譴責 批評指從倫理上說這個是定制人類 從技術上說多年來很多意想不到的問題可能會浮出表面 國際科學家和倫理學家說何建恢的行為不到得而且危險 可能影響幾代人的DNA在國際輿論譴責下 《人民日報》緊急刪稿 CCTV也將2019年9月的節目從網站上拿走 基因編輯操作過程中很可能出現脫靶效應 不傷其他基因 造成基因突變 基因缺失 染色體異位等後果 中國科學院生物與化學交叉研究中心研究員 陳耶林當時對BBC表示 基因編輯CRISPR技術脫靶效應很明顯 除了目標基因外 還可能導致其他基因損傷 這種副作用在動物身上經常發生 概率非常高並不是一個罕見的事件 使用CRISPR來修改胚胎基因 給修改絕症患者的基因 根據爭議性 因為胚胎的任何變化都可能遺傳給後代 這個意味著 就算是一個小改動都可能會帶來深遠影響 美國科學家警告說 多年後意想不到的後果可能會浮出表面 並強調需要對患者進行長期跟進 今年2月印基因編輯嬰兒 而被判非法行醫罪成的大陸科學家何健輝 近日經港府的高端人才通行政計劃 獲批來港引發輿論廣泛批評 港府證實申請高財通過程中 無需申報有沒有犯罪記錄 輿論質疑下 港府最終深野發稿 宣告何健輝簽證無效 有香港學者推斷 何健輝在大陸得到大量資源 而造出基因編輯嬰兒一事 顯然是有國家級的參與 這次急切簽證事件中可能在北京出手 不希望有人接觸到何健輝 以免何健輝離開中國大陸後爆料 他更批評高財通計劃十分操縮 會令更多有能力互作非為的人附港 社會政策及公共行政學者鍾建華博士分析 如果何健輝真的出來了 來到香港 一定會有人問 當年的基因編輯應而研究 得到什麼人資助和支持 聲稱經過基因改造誕生的愛知免疫孩子 是否真實存在 又沒有存活 如果他離開了中國 這個問題就很難避免曝光 他認為最不希望何健輝出來的肯定是北京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至大紀元記者 張婷、李怡、張英宇、葉澤宇綜合報導 臨 geographical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